西飞机场上提满了大批飞机 光运20就有20架 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这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 敬请关注 日前 美国科技媒体在报道中 提供了由美国卫星公司 高清晰度卫星照片 显示在西飞机场上 提满了包括运20 轰6 KG500预警 和控制飞机在内的 各类大型飞机 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 17架轰6轰炸机 在轰20未服役的前提下 轰6以及其衍生的轰6K 轰6N 将承担着中国空军 轰炸和巡航导弹发射任务 同时还充当超大型高速无人机 和大型空射弹道导弹的母机 而在基地西北部的一个角落里 摆放着一架 以Y7双引擎涡奖运输机 为平台的验证机 迎示未来中国舰载预警机的JZY01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机场停放的20架运20 对于这款类似于 美国C17运输机 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参考 ER76的基础上 研发出来的 但不要看成是简单的仿制 我国设计师们结合实际需求 做了充分的改进 唯一遗憾的是 其发动机不是国产的 而是引起俄罗斯中韩道比 D30KP-2涡轮风闪发动机 这就导致 在这种重要的军事装备上 我们还得依赖国外技术 当然摆脱依赖 已经为时不远 有消息称 换装国产的WS20 大韩道比涡闪发动机的 运20已经在测试 据悉 换装WS20之后 发动机噪声降低 更加适合长途和长时间飞行 改装效果也更好 这也意味着 未来在运20基础上 改装的国产大型预警机 空中加油机 电子战飞机 都可以拥有国产的WS20 根据时间表 换装WS20的运20 一旦测试完成 2024年就会投产WS20 我国就会彻底摆脱 大型飞机依赖国外发动机的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人指出 这些运20是近日才出现在机场的 推测极有可能是从生产线组装完成后 临时停放在此 在生产其他大型飞机的同时 短短时间 20架运20就组装完成 这透露出一个重大信息 年产30架运20大型运输机的目标 根本不是西安飞机公司的极限 目前只是受到了发动机的制约 一旦发动机实现国产化 我国大型飞机的制造将更上一个台阶 西飞机场的背心图 尤其是20架运20集体亮相 意味着我国在大型飞机的制造上 与以前已不可同日而喻 对于我国的岛礁 远在吉布提的基地和亚丁湾上的舰队 的快速补给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